90年代 金庸系列的翻拍捧红了不少演员 《天龙八部》更是塑造了诸多美人形象 其中有一位娇俏甜美的女孩 她有着讨喜的圆脸 灵动的眼神 这便是由何美田饰演的钟灵 在此之前 何美田还出演了《笑傲江湖》的小尼姑怡林 因为那次的出测表演 让金庸系列翻拍的兼职人李天盛 在《笑傲江湖》还没拍完时 就已经给何美田预定了钟灵这一角色 这个提前内定的角色 也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何段玉初次见面的钟灵坐在屋顶上 一边开心地晃腿 一边天真可爱地问段玉 要不要一起吃瓜子 自此 瓜子一起吃 刀剑一起挡 就成了剧中最经典的台词之一 剧中 钟灵的戏份其实并不多 但是何美田凭借她颇有灵气的荧幕形象 让观众们都记住了她 完全担得起钟灵玉秀四个字 《天龙八部》所有版本的钟灵中 她是大家最喜欢最认可的钟灵 仿佛金庸小说里活脱脱走出来的角色 拍完《笑傲江湖》和《天龙八部》后 何美田彻底打开了自己的影视市场 因为常常活跃在TVB 观众们都顺理成章地以为 她是个香港演员 但其实 她是在广东潮州长大的 当年 五岁的何美田被父母发现有做体操运动员的钳制 因此便开始了她的体操生涯 每天的训练虽然很苦 可何美田还是坚持了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天赋与努力的加成下 何美田在体操领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15岁赢得了全国少年体操锦标赛平衡目冠军 16岁前往参加朝鲜国际邀请赛 赢得了自由体操的冠军 可随着何美田身高一天天的增长 很多动作对她来说 渐渐变得危险又困难 假之 每天看着身上大大小小的瑜青 何美田做出了退役的决定 也正是这一年 TVB开始筹备刀马蛋的拍摄 他们从各大体效搜罗 希望找到一个有武术功底的特型女演员 而长相出众 功底扎实的何美田被剧组一眼相中 就这样 何美田阴差阳错地闯进了影视圈 在刀马蛋中 女主正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 玉女掌门人周慧敏 第一次拍戏就能和自己的偶像 在一个剧组 这让何美田十分兴奋 到剧组的第一天就和女神合了影 还要到了偶像的签名 这次的拍戏经历 对演艺小白美田来说还算顺利 刀马蛋的完播 让她完成了第一次从体操冠军 到迎评演员的过渡 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接下来的一年里 何美田又在天降奇缘 水饺皇后等剧里 出演了一些类似公司职员和护士的小角色 曾经还是体操运动员的时候 每每结束枯燥辛苦的训练 何美田都会翻出枕头下金庸的小说 津津有味的阅读 而自己唯二读过的金庸小说 一本笑傲江湖 一本天龙八部 没想到之后的自己 竟然都有幸参与了剧版的拍摄 在参加笑傲江湖的试镜时 何美田第一次穿上尼姑服 就觉得自己和小说里的依林形象特别贴合 同样的 现场那么多穿着尼姑服的视镜演员 监制李天盛 唯独走到何美田身边才停下来脚步 笑傲江湖播出后 这位眼睛又圆又大 性格温柔又善良的小尼姑依林 被观众们评为最美尼姑 而之后的天龙八部 钟灵和依林虽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形象 但何美田依然用自己灵动的演技 高度还原了外表大大咧咧 内心却善良无害的钟灵 至此 古装美女的称号也由此大象 1999年 何美田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女主剧 少年英雄方世玉 剧中 她和张卫健饰演的方世玉 是一对欢喜冤假 二人剧中的甜蜜互动 让他们成为当时观众最喜欢的迎评情侣 甚至不少观众希望他们可以假戏真言 戏外也做一对情侣 然而不久后就传出了张卫健和现任妻子的交往新闻 然而媒体用的官宣照片却是何美田和张卫健的合照 这让何美田每次提起这件事都哭笑不得 有一段时间香港的那些报纸啊 跟张卫健合作过六部剧 可二人完全没有感情方面的绯闻 在后来的拍摄中 何美田也合作过不少男神 可他却一直保持低调 几乎没有任何绯闻 今年已经45岁的何美田依旧未婚 没有照顾家庭的操劳 再加上良好的生活作息 让他看起来依旧那么年轻 还是二十多年前钟灵的样子 希望时光在何美田的身上流逝得再慢一些 早日遇到良人 永远都能又美又甜 那个人打你 你干什么不还手啊 我不会武功 也不想还手 喂 你干什么杀死我的蛇啊 这位姑娘高兴大名 竟赶到我们无量宫来捣乱 我的大名不告诉你啊 你快点赔我的蛇啊 简直是无理取了 不赔 好 去不去挂子啊 上来啊